谁帮关中俩龄的呢 是他朱肃欣 不过我们一起来看看 像是连战 还有宋楚瑜 还有吴玉生 还有蔡正元 外传他们都是常客 不过呢 现在也有人说 这位朱师傅 他根本是无照营业嘛 因为关中在这案件爆发之后 他立刻对外回应说 他是去做物理治疗的 但是经过我们的相关查证之后发现 其实朱肃欣 他根本不具备任何物理治疗师的资格 关中 你除了应该向全国的国人道歉 向公务员道歉之外 你更应该向物理治疗师来道歉 这手上的执照 就是物理治疗师 必须通过国家考试 才能取得的证书 仔细一看 诶 上头还有关中两个字 这可不是院长的官应吗 他没有考试及格 所以我要问关中啊 关中你去一个 没有领友证书的地方 来抓领 你去那边抓那么久 你为什么不干脆 搬一张给他 连议员都俩拱了说 院长大人立马帮帮忙 明明是自己发出来的证书 怎么连按摩师跟物理治疗师 都分不出来啊 那个就是属于 纯按摩跟放松肌肉 所以那个应该不能算是物理治疗 因为物理治疗属于医疗行为 认疗 电疗 这些治疗全都要有合格的物理治疗师 才能进行操作 想成为物理治疗师可没这么简单 大学必须考上物理治疗系 还得到医院实习一年 毕业后准备国家考试需要两年 想取得执照 最起码也要六年起跳 取得毕业证书之后呢 才可以报考国家执照 以101年报考人数1578个人 合格人数91人来说 每100人只有5个人能够合格 挤破头就是想要领到 有院长挂波警的执照 结果院长不来光顾 反而找上了没有执照的朱素心 也难怪这些乖乖考试 却得不到院长青睐的治疗师们 都想问院长寒穿苦毒 到底值不值得啊 年代新闻顾元松黄伟台北 小红报导